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明天21日东北季风将会减弱,中南部天气相对稳定,各地白天高温也有略微回升,但下周一又会有另一波风面来临,并且在周日夜间开始影响台湾。 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日东北季风稍稍减弱,北部及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,其他地区则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,白天高温比起今天温度则是回升2度左右,北部约22度,东半部22至24度,中部25度,南部则可能达到28度。 至于清晨及夜晚时分,低温会在17至19度之间,应注意温差。 台湾在明天深夜将迎来一波新的风面通过,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转成短暂降雨的天气,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降雨的几率。 天气风险公司指出风面袭来,下周一开始,未来一周天气恐怕都不太稳定。 西半部地区金门、马祖深夜时也容易有低云或浓雾状况影响行车能见度,提醒民众外出留意。 空气品质方面,巨型政院环保署空品预报资讯显示,明日高屏地区空品呈红色警示。 马祖、金门、中部云嘉南地区则是橘色提醒。 北部竹苗、宜兰、澎湖未普通等级,花冬则是良好。 另外,东北风影响在今晚致名城、中部以北、台东、绿岛、蓝宇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域。 有8至9级的强阵风海边活动及海上作业请注意安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